这是一道送分题 中所周知 在有一定距离的情况下 休眠的毒泡泡泵无法命中木桩 那么我们用警官阿基能标记木桩 在当前位置 休眠的毒泡泡泵能命中木桩吗 A.能命中 B.不能命中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在当前位置 休眠的毒泡泡桩不能命中木桩 第二题 基础题 我们都知道 骑士能让副武器和浮游炮一样主动攻击 那么 当我们把副武器换成号角 会发生什么 A.号角会增加角色攻速 B.号角会主动攻击木桩 C.号角能增加攻速和攻击木桩 请看完整视频 中学答案选择A.号角会自动使用增加角色的攻速 第三题一错题 中所周知 在元气骑士中 骑士三技能能让武器命中木桩时触发随机效果 那么当红武杀虫发射的地震拨命中木桩 会不会触发随机效果 B.会触发随机效果 B.不会触发随机效果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红武杀虫发射的地震拨命中木桩后 不会触发随机效果 是不是很气人 第四题判断题 我们都知道在元气骑士中 好运气因子是一个非常另类的因子 它其中的一个效果是呱呱乐百分之百中奖 吓一跳罗 是的你没有听错 它能让呱呱乐百分之百中奖 有粉丝说 好运气也能让子弹百分之百爆击 请问这是否正确 A.正确 B.错误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这句话错误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嘴坏得很 第五题复加题 众所周知 花园里的萝卜能让骑士卡四尺 那么试炼之地的萝卜能让骑士卡四尺吗 A.能 B.不能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试炼之地的萝卜不能让骑士卡四尺 实在是太刺激了 我真忍不住赞美他呀 A.能不能让骑士卡四尺